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大楼B2空间为改造 邀请知名纸雕艺术家陈若涵进行艺文创作 以市府店家的生命故事为题 让美学与艺术在市民的身边自然流动 墙上富含喜气的文字 还有各种形式的小兔子长生其中 再仔细一看结合了旁边店家形象与生活 色彩缤纷的墙面让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这是台北市政府B2的公共空间 由公管中心与文化局携手合作 邀请知名纸雕艺术家陈若涵创作 让这里摇身一变成为充满艺术气息的空间 那这个设计概念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啊 在平常的时候其实是很热闹的 然后我第一次下来的时候觉得说 哇它保留了很传统店家的味道 比如说包括柯硬店 比如说修皮鞋的店 然后或者是改服装的店 然后还有那种比较传统的美法跟理法店 然后所以这是适逢春节的改造 所以这个创作呢 其实就把每一个店家外面的墙面 去创作出符合这个店家的特色 然后结合兔子跟这个春节的特色 把它创作起来 然后用不同的颜色 让这个空间更有缤纷的感觉 其实就可以有点想象成 这里有点像是大道成以前的那种老店面 然后可是我们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跟春节的氛围 让大家更有 来到这边有更多不同的新朝气 讲完市长与李泰新秘书长蔡世平局长 也齐聚市政大楼B2 发表空间艺术为改造成过 透过艺术家导览背后的设计故事 与理念深化此地印象 这边要谈效果阿胜地归往 谢谢我们文化局局长 他的发想 因为这边中午的时候 特别人潮得多人海人广 不管是我们事务员工 还是来下工的市民朋友 大家听过这边都有个感受 因为这边就是有男性的发布 女性的美发布 然后还有钟表休闲 服装修饰等等 这些都是跟市民朋友 日常生活的信息相关 所以大家很喜欢来 包括若涵之前说 你要刻一个印象课 来到这边20分钟就好了 很方便 很有效率 那我们一直希望 都把这边怎么样导入一个 公共我们城市美学的概念 从我们市政府开始 所以谢谢蔡局长 我们若涵的协助之下很快 在年间前我们把这边 重新的规划设计 透过这样很有创意 还有很多巧思的设计 这边墙面规划的非常的漂亮 美感 可以导入一个公共艺术的美学 那我们希望说吸引更多的人潮 在年间期间 甚至年间都可以常常来市府 基督 来这边 不管加工 或是进行服装修饰 对不对 可以 或是理法 可以都很方便 所以欢迎大家 要常常在我们市政府 B2 B1 B2 我们也有三千 大家也可以偶尔来度作 都欢迎大家前来 因为这个作品是其实会长期留置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创作上面 我刻意没有让它完全的就是非常的过年 所以大家在颜色上可以看到紫色绿色橘色红色黄色 各式各样的颜色 然后这一方面也是更具有辨识度 然后在里面也藏了一些小兔子 比如说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在钟表店的部分我刻画的是一只 一个钟表 然后上面它改造成一个兔子 然后或者在理法店的外面 它在森林里面藏了没有很明显的兔子 所以我希望来到这边的观众或是店家 他可以稍微的跟作品有一点互动 不管是小朋友或大朋友 他可能就在作品里面找到他熟悉的小兔子 然后另外是因为是春节 所以还是免不了一定要有一些春节的元素 那一个很特别大家可以观察的是 在那个女子美容院的部分 其实我刻画了鞭炮 但是鞭炮上面那一个一个的东西 它不是真的鞭炮 我把它改造成就是卷法的时候会用到那个 我不知道那个专有名词叫什么 就是早期我们在做大卷的时候 都会需要有一个那种塑胶的那种卷子 然后把头发缠上去 然后再通过热烘然后才会定型 所以用这个东西去呈现鞭炮 然后大家还可以发现地面上 就应该说墙面上有散落了很多的头发 这是我自己在剪头发的时候 我觉得印象最经典的画面 就是每次剪完头发 你不管床头发短头发 地上就是会散布非常多的细细的毛发 然后这是你可能平常洗头 或是在生活中都不会看到的景象 所以我有把这样子的散布头发的这个画面 去用纸雕的形式去把它刻画出来 很妙的是它是服装修改部 然后这个中午到这个长廊上面 有非常多卖服饰的店家 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我就想说 因为它其实这个空间很有骨味 因为很多老店家 所以在这次创作衣服的时候 其实我们远看 美女朋友也可以远看 其实这上面的衣服都不是我们会买的 都是阿姨们会买的衣服 但我觉得很有特色 就是我们平常在冬雪街头是看不到这样的衣服的 然后但是每到中午就是婆婆妈妈们逛得非常开心 所以我就把它们的衣服特色去刻画 刚好它又非常的符合纸雕的元素跟特色 去做非常多图腾的转化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刻画的就是领带 然后这个领带其实是里面店家老板的一个 对的它的 就点像是它背后的 和那个叫什么 就是复制的它店面的布置 所以我就结合它店面的布置上去 师傅透过艺术创作 期盼能将艺术引入民众生活当中 让无论是师傅同仁或是洽工的市民 都可以感受到工部门结合文化的特色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快过年了 有台北厨房美誉的龙冰生圈年活大街 活动即日起开跑 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与西南主球吴炳慎 运用龙冰生圈店家各式食材 烹煮出爱气料理 红玉麻婆会鲜鱼 蒋万安也在现场向摊商与民众拜年 并发放发财金 同时邀请民众来采买年货 享受讲究不将就的农历春节 在西南主厨吴炳成协助下 也是西南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亲手完成这道爱气料理 红韵麻婆会鲜鱼 还赛恩爱的说只要是他煮的老婆都爱 这里是有台北的厨房美名的龙冰商圈 迎接农历新年到来 商圈连续17年举办年货大街活动 从生鲜食材到南北杂货应有尽有 要让民众一次买齐 我们农冰商圈这边 最主要的特色是生鲜为主 那我们的所有的鱼货 都是早上去 基隆的卡马亚批过来的鱼货 是最新鲜的鱼货 那我们这边的话除了鱼以外 蔬菜水果都有 鸡鸭鱼肉都有 来我们农冰一趟 冰浆一趟 所有的过年食材通通一次买足 不用再去其他地方 南北货也都有 所以这是我们的特色 台北市长蒋婉表示 回到熟悉的农冰商圈 就像回家过年一样 农冰商圈不只食材齐全 又丰富 还有隆隆的文化气息 我们农冰商圈 不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台北厨房的美称 这边你可以买到 不只是新鲜的鱼货 肉类蔬果 你要买肉买鱼买菜 买火锅量 一应俱全 都在我们农冰商圈 而且非常新鲜 除此之外 大家也看到我们 薇远兄 饱读诗书 让我们这个农冰商圈 非常有文化气息 恭喜008号 8号 立刻抽出这么幸运的 蒋万安还在现场抽出 幸运而获得最能代表 农冰商圈的海鲜鱼货大奖 蒋万安强调 先前因为疫情 影响许多摊商胜利 因此希望在年前举办年货大街 可以吸引大量人潮 也方便市民采买年货 平安过好年 是一个便民的做法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过年前 买一些生鲜的食材 好好的料理 跟家人享用 荣民商圈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传统市场的亲切 也有五星级的食材 这就是我们这里最大的特色 所以欢迎告诉所有的好朋友 趁这个期间赶快来采美 以应俱全 应有尽有 谢谢 年快乐 有必要 应快乐 平安给你吃 蒋万安也向在场摊商与民众拜年 并发放发财金 吸引许多民众抢着索取及合照 现场热闹滚滚 农宾商店街方面表示 从即日起到1月20号 年货大街将延长营业到晚上7点 除夕当天也营业到中午 欢迎台北民众在年节前夕把握时间 到农宾商圈采买年货料理食材 另外台北市商业处也串联各大年节商圈举办抽奖活动 民众只要在1月20号前到台北七大年货商圈与萌兔合照后 至商业处我是商业人官方粉丝团指定贴文完成相关步骤 就有机会抽中多项家电好礼 最大奖是iPhone14 邀请民众多来商圈走走逛逛 感受台北浓厚的年节魅力 农宾商圈年货大街 新年快乐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睽问23年台湾灯会再度重返台北 为了顾及大型活动的维安 台北市消防局在主灯区国父纪念馆举行灾害抢救演练 模拟灯会期间可能发生的各种灾害 防止离太院踩踏事件的发生 轰的医生巨大声响美食摊车爆炸 穿出黑色浓烟 紧接着引发熊熊火事 现场人员使用视讯119报案 灭火班人员立刻用灭火器灭火 并且引导现场民众疏散到安全的地方避难 迎接即将到来的台湾灯会 台北市消防局在主灯区国父纪念馆 举行灾害抢救演练 模拟灯会期间可能发生的各种灾害 像是灯会展区招人设置爆裂物 灯区设施倒塌 以及防止离太院踩踏事件发生的 大量伤患抢救演练灯 这里面来讲主要是 以大型活动的时候 都会碰到的一些情境 这里面来讲包括刑事局 可能有爆裂物的可能发生 这个我们预为因应 另外一个就是说 灯会展区里面的一些灯具 等等的有可能 它是个临时建筑物做出来的 它的稳固性等等 也有可能因为很多民众 上去参访的时候 会有重量过重的问题 那当然这些事前设计师 已经做过一个出估 那它有可能发生了情境 所以我们这里面来讲挑这几个 另外一个就是灯区里面展区 可能电力因素等等 会有燃烧的现象 这个是我们几个比较重视的 那其实基本上来讲 在这个活动我们担心的是 大型人流的群聚的时候 发生民众推及 或没有按照顺序 循序的参访 那再加上有一些是 这个像各位可以看到旁边 有一些公园里面 有一些池子旁边 它有一些路径上面 有高低起伏 容易受伤 所以我们依照这些情境 设定这些演习的项目 目前来讲的话 除了这个个产区 场点里面 它已经预估出来 有些譬如道路比较狭小 它高低起伏比较严重的 除了可以采用工法 譬如我们在上面用木棧板 进行处理 亦或者是说 我没办法处理 我们需要进行人流的管理 管制等等 那各个登区 分配在各个局处工作人员里面 已经有分配 实际上整个人员 各个登区里面都有 我们工作人员 还有一些志工 都会带到现场 演练项目包括 爆裂物处置演练 自助互助脱困 破坏救助演练 大量伤病患演练 建筑支撑破坏 及绳索救援演练 高空作业车神体救援 和火灾抢救演练等 消防局表示 总共动员各救灾单位 及灯会工作人员 约20名 消防局警易烧人员 约200名 各式救灾救护车辆 19部参与演习 此次消防局吊态的 雲金车已经警察现场 但是由于现场的火势烘烈 雲金车不敢暴然的射程 避免造成感火的警醒 因此可以看到雲金车 与告众进行正视查作业 各位观企来宾 舞台区的右翔帮可以看到 目前消防同仁使用中介维 将右翔帮的民众准备救出 而同时间 舞台区的右翔帮可以看到 第一楼的消防同仁 已经完整了 鐵捲本的弱外作业 准备入室 我们今天这个演练 主要是针对台北灯会 准备要开灯燃眼做的前期准备 那我们知道灯会离开台北 由这个来讲已经有23年了 那市府对这件事情 非常的重视 所以这里面的安全维护等等 其实很早以前就筹备 今天早上在市政会议的时候 针对这一些相关的处置作为 有进行讨论 也有一些的强化 那里面包括我们现场的安全维护等等 以及疫情 交通管理管制等等 这里面来讲 在早上都有相关的讨论 那这个部分 我们会全力将相关的维护工作做好 那在这个地方 感谢所有同仁 参演单位 在这里面来讲 这个有一段长时间的 要待命 或者在现场需要来执勤 那我们希望这个演练 让我们验证一下 到时候我们需要再做哪一些的强化 还有让同仁熟悉 整个应变的流程 以及所有需要做到的动作等等的 那在这个地方 各位非常辛苦 在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因为春节快到了 在这个地方 也祝今天所有到场的人员 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也希望新春期间 合家平安 平平安安 将近五十分钟的演练 过程相当逼真 消防局希望透过演练 加强民众的仿灾应变能力 让各单位做好救灾准备 在灯会期间守护民众 安心赏灯过节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电北市区营业处 举办新春辉豪赠春联的活动 邀请书法名家为民众书写 客制化春联 台电也在现场宣导 今年起实施的 新肩离封时间电价措施 呼吁25000万户的用户 配合调整至离封时间用电 以维持供电平稳 书法老师呢 带着我们小朋友把这个村子写下来 三位书法名家手把手的 带着小朋友用毛笔写春联 这是台电北市区营业处 首次举办的新春辉豪活动 民众可以依自己想要的吉祥画 请书法老师撰写客制化春联 为兔年讨个好彩头 台电方面更结合公衣木林 除了团购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生产的爱心口罩 更捐赠维稳金给太阳慈善基金会 支持他们继续协助需要的家庭与学童 过去疫情之前 我们台电每年都有这送春年的活动 那疫情的关系 这两年停办了 但是我们爱心不落人后 非别这个虎年的这个过去 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兔年 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市民朋友 一个健康美好的未来的一年 所以我们结合我们的社会爱心 太阳慈善基金会第一基金会 我们捐助了很多的物资跟用力安全 那我们也要送我们的市民朋友 一些春年给他恭贺新的一年的到来 太阳慈善基金会辅导的学童 如亮澄现场演奏电子琴 精湛的琴艺获得满堂彩 太阳慈善基金会多年来 以协助需要的人获得资源为终止 包括成立课后照顾班等 在疫情冲袭下 对于台电方面主动伸出援手 基金会方面非常感谢 更做了一副对联表达感激 其实我们基金会也是正在起步 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 可以慢慢的让社会 对我们有更多的信赖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运作起来 可以帮助更多的小朋友 台电新春辉豪结合工艺的做法 也获得地方里长的肯定 不错不错 蛮好的 像今天这个活动就办得很成功 也满 除了举办新春辉豪正春联 及公寓慕林活动 台电北市区营业处方面 也在现场进行用电宣导 呼吁民众春节期间 注意相关用电安全 其中因应太阳光电大幅增加 112年起实施新间离风时间电价 接风时间从日间移至夜间 台电方面特别提醒 25000户时间电价用户注意 调整用电时间到离风时段 配合节约人员 同时也能减少电费支出 一起为环保永续尽一份心力 我们台湾的用电能源在转型 我们今年有新的时间电价的 时间带的移转 现在我们的尖峰 应该是比较接近下午 5点到10天这个夜尖峰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也宣导民众 移转我们的这个尖峰的时间带 那冬天我们发现民众 经济水准提高 热水器电暖炉用了很多 我们也现在说希望说 他们有独立的回路 能够保障用电安全 春节期间我们可能会有远游 那家里的插头记得要拔掉 那所以说用接着这个机会 春节的活动来做一些运动 用电宣导 希望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新年 讚讚哇好谢谢 记者张奇珍台北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长蒋欢安 新的一年祝大家 学业吐飞猛进 工作扬眉吐气 爱情突然到来 一家人欢喜迎吐年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台天公司金融区处举行新卸任处长交接典礼 原任处长张玉哲 容调南荣区处当处长 新任处长由张化区处处长陈聚胡接任 交接典礼上众贯云集 包括金融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市府公务处长陈佑川等各单位嘉宾 都前来观礼祝贺 台天金融运运处新县首长交接典礼上 原任处长张玉哲 将应信交给新任处长陈聚胡 于事已至诚 课征国家法令 尽忠职所 报效国家 不忘会公堂 不滥用人员 不营私舞弊 不受受费落 如为誓言 厌受罪严厉之处罚 新任处长陈聚胡正式宣誓就职 齐许同仁一起努力打拼 基隆向台湾的干规 大家想一想 向不向台湾的这个头盔 所以从近代政治经济的这个轨迹看来 我们北海花 当北海花的城市都担忽了很重要的角色 人口人下地等等 都是台电一直配合的我们市政府 一直来处理这个动作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基隆市民的用电 无鱼 台电是最大的 最大的帮手 那我们基隆市政府 能够在这个用电无鱼的环境 能够推动重大的建设 还有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所以特别感谢台电 交接典礼上邀请地方 各机关首长及代表出席 议长同志委 关心基隆电感地下化推动 除了感谢台电这几年的努力 也承诺扮演好市府和台电沟通桥梁 共同为干净城市努力 过去几任这个台电基隆区处处长 为我们基隆市的电感下地 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跟市府还有市议会 都做了很好的沟通跟平台 未来期许我们新任的陈处长 在这个电感下地 包含南龙路 现在正在规划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道路 可以持续的努力 让我们基隆市的步行城市 还有人民的这个生活空间 可以朝向一个现代化城市 移居城市来努力 那我想相信 新的台电处长 一定会让我们这个基隆市民 可以有更用电安全的环境 感谢 原任处长张玉泽 容调南投区处处长 特别感谢一年多任期期间 同仁给予大力的协助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2023年台湾灯会即将盛大展开 首次曝光与19家国内设计品牌 合作的23款灯会周边商品 超萌光源兔 让民众留下美好的纪念 同时也展现台湾设计力 汇聚的实力 超萌光源兔在台北市长蒋晚安 并肩上陪伴 这是台湾灯会的周边商品 还有细巾的土耳灯 造型实用的提灯笼帆布包 转转光源蜡烛更是让蒋市长 眼睛为之一亮 频频称赞他的设计 23款衣着穿戴 创意使用 品味美食 疗愈香氛等产品 让民众逛灯会同时留下美好纪念 在这次的活动中 邀请了在地19间的设计品牌 总共精选了23间的商品 在这次的活动中 最最最最最最吸引大家目光的 就是可爱的兔耳灯 那这兔耳灯是由我们邀请 就是天晴设计的Alan老师 一起来共同创作的 它总共会有白色经典款 及炫彩 未来炫彩款 所以在现在看到的是 就是经典的白色款 那现在他肩膀上这次就是 蒋市长的同肩款 叫同肩款 肩膀上的同肩款 非常的可爱 蒋市长就是身为model 跟我们的model相比下 就是那个可爱度是不想上下的 所以在这次他也是我们活动当中 最有名的穿戴型的商品 我们希望让人们能够成为 城市的一环 让人们能够点亮城市的光 所以不是只有参与灯会而已 而是借由参与灯会 你也会成为灯会中表现 或是灯会中展演的一环 所以借由不断的就是穿戴型的商品 我们突破过往灯会的局限 让这样的灯会型的商品 穿戴在身上 持续的往下走 让大家知道 噢灯会的商品 原来可以这么的有趣 上一夜 好 那当然还有许多的灯会型商品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2月1号起也会在实体的活动当中 去贩售的限量钥匙全上一夜 还有可爱的衣着穿搭类型的商品 我们在这次的商品类型当中 不只推广了 可以在户外穿搭的商品之外 还有衣着穿搭 可爱的灯笼款型的设计包包 非常可爱哦 这是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 那虽然我不是年轻人了 但是我还是可以背一下 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但是可以散步的时候走 非常可爱 那它的造型其实是灯笼造型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就是跟灯会一起互相做呼应 当然还有我们可爱的青子类型的雨衣 那我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下一页 也推出了就是包含不同的青子类型商品 外套啊 雨衣啊 T恤等等 都非常的可爱 好 下一页 在外出良品当中 大家每次逛灯会最担心的就是什么 下雨 不要怕 这一次灯会 你穿着雨衣 戴着雨伞 都可以成为灯会的风景中的一环 所以不只我们在防疫疫情当中 每次大家要带那个洗手喷雾啊 或是酒精喷雾之外 我们其实还有准备了非常可爱的水深灶 让大家可以随时吸手 做防疫 那我们也准备了这可爱的 防泼水的自动折叠伞 那这个折叠伞 它有一个活动的亮点 就是它其实会 晚上就是你白天吸了很多光 它晚上会发光哦 所以也是呼应到 城市的光源的这样一个主轴 往下一页 所以不只是雨伞 那当然还有民众特别喜爱的环保提袋 那再次环保提袋 它也是呼应了灯笼的造型 让我们可以在现场的时候 大家随时随地买饮料的时候 可以把它挂在身上 你就 响应环保 那也当然就是呼应大家就是不要用 不要用就是那个 一次性的好不好 大家就是响应环保 要用重复性的哦 可以逛Pico 也有很多重复性的商品 让大家做环保 好来帮我下一页 那我们在疗愈香氛类型当中 也是这一次的主题 商品中比较不一样的一环 但比较少能够看到疗愈香氛的类型 能够在灯会商品中成为周边 那当然这也是呼应到 我们希望 在这样的一个灯会当中 不是只有这一次 而是未来的10年 20年30年 它能够在大家的家里面 长长久久 成为大家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记忆中的一环 你每次在家里享受 哇这个香气 就会享受台湾灯会的美好 好所以我们这次推出了许多 转转光源蜡烛 它已经有热对流的方式 让它的叶片可以旋转 所以在晚上点亮蜡烛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哦你家的墙壁 或是天空上就会有金光 好来帮我下一页 不会只有就是热卖商品啊 水氧机啊 扩香石 扩香木堵等等的 帮我下一页 当然还有我们这一次的品味美食系列 我们希望大家将就是光源来自于台北 将光荣带回去其他城市 所以这次也特别就是因应农历年节 邀请了各个设计品台去推出了年节的礼盒 在这样的年节礼盒当中 大家在回乡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礼盒带回去 邀请亲朋好友们一起回到台北的城市来 参与台湾灯会在台北 所以我们发展了不管是光源的茶礼盒 饼干铁盒 下一页 还有风光乍现的 当之闭的礼盒之外 还有造型的韩国片 那从老到幼 从就是大到小 大家都可以把它带回家 跟亲朋好友一起做共享哦 好帮我下一页 这又是创意居家的商品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做DIY的商品 为了让民众沉静灯会饗宴 除了丰富周边 北市府还推出有趣的新年运势测验 将测验融合台北市特色 与光源兔指引 测出不同运势结果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充满好运 我们不只是非常的有设计感 丰富有创意 同时我们也规划了艺术入店 也就是我们跟很多东区商圈的店家合作 我们将很多艺术的展示 相关的这些作品 能够在店家里面展出 那同时我想这一次 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很多的设计师一起共同合作 因为我们和Pincoi 共同结合了国内有19个设计品牌 然后推出了23项的周边商品 那我想这一次也是地方政府 第一次推出了灯会的相关的设计周边产品 那我们有希望所有来欣赏灯会的朋友 也都能够购买相关的纪念品 带回去 然后有着满满的回忆 不只是我们在灯会的当下 同时回家以后 甚至接下来的10年20年 下一次再回到台北举办的时候 这段期间大家都能够 对于这一次我们的灯会 有满满的回忆 同时也都有非常难忘经验的体验 台湾灯会重返台北 市府办理周边商品设计开发 注入设计与创业产业软实力 结合丰沛的在地文创量能 并且在线上线下都有贩售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近三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许多家庭生计都受到影响 台北市南港区公所在过年前夕 特别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 结合南港区民俗委员会 财团法人绍兴纪纪念馆 以及台北府城隍庙等慈善团体 赠送百户弱势家庭慰问金 及颁发50位优秀清函学子 奖助学金 在玉城国小武士团小朋友热情开场后 南港区2023新春辉豪 暨寒冬送暖活动正式展开 由南港区公所 结合南港区民俗委员会 财团法人绍兴纪念馆 及台北府城隍庙共同举办 区长蔡明如表示 因为疫情关系 许多家庭生计都受到影响 因此希望透过募捐善款与物资 协助弱势家庭 温馨过好年 在这个岁末年中的时候 让一些需要帮助的家庭 还有学子 能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 那我们感谢呢 我们有一个绍兴的那个 财团法人 还有我们那个 府城隍的那个 他赞助我们呢 让我们那些弱势家庭 能得到一些帮助跟善意 然后另外我们的民俗委员会 也会捐助奖助学金 让鼓励学者 学子呢 能够努力上学 然后让自己更有力量 面对未来 在南港区20位里长带领下 100户洛斯家庭 足以领取慰问金 绍兴经验馆董事长 林成和强调 因为疫情关系 更需要这样的公益活动 台北府城隍庙主委 这表示 庙方会持续行动支持回馈社会 我们区长的号召之下 那我也在预告 应该是每一年都会看到 我跟那个周主委 这个共襄盛举 回馈这个南港区的这些居民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所以这个有更要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因为需要帮助人更多 台北府城隍庙呢 也是取之于社会 然后用之于需要的人 然后帮助一些 那个清函的学子 大家来努力的 来为这个社会来服务 除了关怀弱势家庭 南港民俗文会也颁发 50位国中小及高中大学的 优秀清函学子奖助学金 希望鼓励他们继续奋发向学 疫情的影响 那也影响了 台湾很多 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 那我们也是藉由这个机会 来让那个学生有一个 受奖的活动 那也鼓励他 学业猛进白纸干头 这项汇集各界爱心的公益活动 获得多位市议员出席相挺 市议员陈佑成就表示 自己小时候也曾受过帮助 如今才有机会为市民服务 印证善的循环及正向力量 在城市里面的弱势 它才是真正可能最需要关心 而且最看不到的弱势 所以其实从我们南港区 过去在临市中情会 还有我们的区公所 礼办公室 这些相关的单位都会 汇集他们的爱心 然后深入到我们地方的基层角落 这样的正循环跟善循环 才是我们作为民意代表 应该要持续推动的 市议员和梦华则 希望政府可以提出更多纾困方案 协助民众摆脱疫情阴霾 虽然说疫情可能比较趋缓 然后经济慢慢的开始恢复 但我觉得说 目前中国的疫情其实很严峻 那我们也希望说 政府可以提出更多的纾困相关的方案 跟措施 其实我最近有书面咨询台北市府 希望他们会对2023年 提出纾困相关的方案 因为目前其实高雄市已经有提出 我们希望说政府可以跟商圈们结合 用更多的力量 让我们的民众 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曾协助南港全公所募款的市议员 却梅莎也觉得 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这样的一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 发出这些需要的朋友 在过年前有一份小小的心意 然后把社会大众这些爱心 然后献给他们 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 是有一部分外面 大家都是很有爱心的 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是很有人情会 然后大家都很愿意去建筑 来帮助这些弱势的朋友 让他们可以过个好年 从小就学习书法的市员 吴市政更小露一手 参与新春辉豪活动 书写的春联很获好评 连玉城里长都来索取 自赠一点礼金 礼品 让我们的乡亲们 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新年 我觉得这个传统非常的好 那也很开心 我们驱公所每一次的承办 都动员了很多的人力 来把这个事情办好 我相信能够让这个社会 感觉到更温馨 人间更有温暖 除了社区大学书法团队 现场会好写春联正民众 由新著名所组成的流流舞异团 也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 希望用热情与温暖 与大家共同迎接兔年的到来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农委会公布春节期间 农鱼续产供应量能及价格盘点情况 蔬菜续产品受到气候 原物料上涨的影响 价格就去年高 涨幅一成到三成 鱼产品比往年便宜约一成 花卉则比往年便宜两成 农历春节民生需求量大增 农委会公布春节期间 农鱼续产供应量能 整体供应量充分无余 但价格来说 除了鱼产品和花卉价格下降外 包括蔬菜水果续肉和鸡蛋价格 都比去年来的高 鸡蛋价格更是从去年每公斤 55.6元上涨到67.5元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跟去年一比 还有剩两个礼拜快过年的时候 我们的蔬菜全部 我们盘点出来 我们供应两万三千公吨的数量 绝对没问题 而且是比去年还更高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在上次的寒流碗之后 预计整个未来 即使17号或19号 寒流那时候已经是过年了 所以我们在气候的因素 我们现在掌控底下 这个两万三千公吨的供应量 绝对无余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高丽菜 节球白菜 花椰菜 大街菜 还有萝卜 都跟去年来比 其实供应量非常的充足 所以欢迎在过年的时候 来购买我们所有的这些的蔬菜 消费者也非常关心我们的价格 其实我们是用今天最新的北农的成交价格 跟去年的平均价格来比 那这个当然会有稍微波动 但是量只要过 这个价格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水果的部分 今年的供应也是比去年还多 那我想水果里面 各位大家知道 过年会经常用的 就是我们的枣汁 跟我们的捧钢 我们的茂骨钢 捧钢等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数量呢 几乎都比去年还增加更多 我想那除了水果以外 花卉今年是真的是量多 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总共今年 节前我们有 180万的 这一个 的这一个 打的这一个 范围的数量比去年还多 那不管银柳 百合建南 各位可以看得出 旁边的百事 都是供应的非常的充足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180万跟176万 跟去年比 节前两个礼拜 我们有 我们有多少个 国人 我们有2300多万 所以相对我们每个人的 花卉的消费支出 跟欧美比起来 其实还有很大 可以再成长的这一个空间 而且贵女会 百事下去的话 那真的是整个心情跟氛围都会更好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 购买我们台湾国产的花卉 家里拜拜一定要 一定要买鱼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总供应数量 在节前 所有可以超过将近 快5000公噸的供应数量 这个不管是白商 我们的金舱 我们的白虾石斑鱼金木乳 都会比去年 大概供应的数量 不会相差太多 而且价格 今年的水产品价格 比往年来讲 那更亲民了 其实外界媒体最关心的可能就是鸡蛋 你看在节前两个礼拜 总共有168万箱 一箱200颗 那所以供应总量又比去年还多 所以欢迎消费者 那这时候的鸡蛋 在年节前都不会有问题 而且只要任何需求多的 那虚目处跟中央续产会 就会来调度 我们所有的供应量一定要先充足 如果供应量不充足的话 那我想就会影响到所有的消费者 那农与民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刚刚的所有的 不管蔬菜水果花卉续产 跟水产品过年前量都非常的充足 那第二个价格会有波动 不外乎就是成本的因素 像续产品的价格 刚刚林董事长也讲 因为飼料成本上涨 那所导致的价格的波动 另外就是气候因素会影响 我们的农与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 那目前来讲 因为现在冬天 是我们蔬菜供应最充足的时刻 那后面的天气稳定的时候 我们的量就会大幅度的供应 另外过年三生会用的猪肉鸡肉 毛猪土鸡白肉鸡等虚肉价格 均比去年还高 而其中以土鸡涨幅最高 去年每公斤73.8元 今年来到83.3元 11年到我们今年来讲 其实我们飼料大概成长了 这个成本增加了超过四成 不过那个价格各位看那个波动 我们到这个过年 应该从毛猪 我们鸡跟鸭 各种肉类的产品的供应来讲 其实都是在成本边缘 所以大家采购的时候 尽量采购国产品 因为进口的虽然是冷冻有保鲜 不过国产品的这个群续的这些肉品 应该是最新鲜 而且鲜嫩多汁 请各位多多的采用 鱼产品部分去年每公斤130元 今年下跌至每公斤115.5元 各品项则是有涨有跌 石斑鱼从每公斤232.7元 下跌至191.3元 金仓则是从每公斤162.7元 上涨至191.8元 事实上我们整个国产的一个 优质的一个水产 在各渔汇系统 我们也特别方便消费者 在过年的期间 他们需要的一个链接用语 那像透过我们这个渔汇 将消费者特别喜欢的 这些链接用语 像有象征 吉祥异味的 这个时来玉转的石斑鱼 那五四其仓的鱸鱼 那我们的鱸鱼得水的鱸鱼 像我们的生意苍隆的 这个黄金仓等等等等 那渔汇特别都把它 像这种吉祥 吉祥喜气的这些鱼种 特别也把它组成了 这个鲜鱼的这个鱼盒 就是要让消费者 能够一次来构组 我们年节各方面的 这个用语的一个需求 今年过年前这段期间 整个水产的一个供应情形 当然有少数几个品项 价格有波动 那因为月到过年 它的需求比较大 价格波动比较大 另外农委会 年前也会推出 农鱼蓄产评价专区 预计本周就会公布 并扩大提供60元的 幸福餐盒 与食材暖暖包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今年因为海上不佳 渔民无法出海捕鱼 导致鱼价开始波动 像是大明虾一公斤 就比之前涨了300元 至于年节加户 必备拜拜的白昌 捕获的鱼体则是偏小 还好鱼饭之前有备货 尽量别让价格涨幅太大 农历春节快到了 于是出现采买渔获民众 草虾大明虾即象征 旺旺的白昌 年节都很抢手 要吃三十年 虽然市面上应有尽有 但最近因为天气不稳定 海上不佳 渔民无法出海 导致渔获量降低 价格也跟着上扬 要吃的黄粿 野生的 要吃的 要吃的 量很少 尖点会缺貨 我们因为不完 我们都量十多 不完就不买了 都定好了 航空他要起床 大家为的买不 不定的买不 所以他就起床了 国家很多人就去买了 一大明虾为例 一公斤八支庄 一盒约1800元 一公斤十七到十八支庄的 则是1500元 比起过去 贵了约300元 涨幅约20% 这次大概300多到400多左右 300多多 对 所以比较小吃就对了 小一点 小一点 而年节 拜拜必备白仓 由于今年的鱼体偏小 500公克以上 鱼货量不多 涨幅约10%左右 一尾600到700公克的鱼 大约涨到700到850元 更大一点的800到900公克的 更是来到1400元以上 现捞的更贵 一斤至少要2000元 至于500公克以下的 价格没有太大影响 台湾的市场 就是你400到500的跟500到600的这个坎 价钱是差最大 因为你过年可以当送礼的 一定要500以上的才购 才购到一个规格 你要当信礼拜 一定要500克以上 才有办法去 所以这个价钱它就跳上去了 比如说300跟400的苍蝇 跟400到500的苍蝇 那价钱变动是不大 是有点小差距而已 差别在一斤差别在50块 但是你400到500的 跟500到600的 那里面的差距就非常大了 余范说 越接近过年 价格都会起起伏伏 但他们会尽早备货 尽量让价格平稳 才不会影响到民众采买的意愿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长蒋欢安 新的一年祝大家 学业吐飞猛进 工作扬眉吐气 爱情突然到来 一家人欢喜迎吐年 农历春节前夕 各县市政府都办理计程车 春节加成的孕驾公告 因此金融市政府交通处 特别邀请计程车工会 车队等代表向民众宣导 春节期间的孕驾加成 每趟加收30元 北北基同步实施 会不会挡到你 那你往左边去 往这边好不好 往左边去 画面上是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 会同基隆计程车工会 车队合作社等代表 在计程车内 共同张贴贴纸 向民众宣导 春节期间孕驾加成 从1月17号零时开始 到1月29号24时为止 一共13天的时间 每趟次加收30元 北北基同步实施 那我们计程车的一个 这个孕驾的部分 那在春节期间 从1月17号凌晨零时到1月29号的24时 因为因应春节 我们会每趟每次加收30元 那我们是北北基 三个县市同步 那我们透过这个宣导的一个活动 除了跟市民宣导这个加成以外 也顺便跟大家拜个早年 跟我们计程车的一个驾驶同业工会 车队等互动 那市政府也特别准备了快筛四季 给我们驾驶员的一个好朋友 让他们能做防疫 顾健康 那最后 请代表市政府 祝我们各位市民好朋友 新春愉快 红兔大转 运将好赞 据了解 基隆市计程车 是全国非直辖市车辆数最高的县市 在基隆地区扮演通勤重要的交通工具 尤其过去三年疫情期间 计程车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值得各界来肯定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道 艾四路夜市依照网例 规划全天营业不打烊 即日起到1月29号 方便逛街采买年货 品尝夜市美食 基隆市艾四路夜市 范围从人一路到人三路段中间的艾四路摊商 一共有174摊 平常日晚上才封街营业 范围是庙口夜市的两倍大 艾四路夜市的摊贩管理委员会 每年都会申请全天24小时营业 来造福游客 这也是基隆过年的一项传统特色 它的传统大概有三十几年了 只是因为以前政府没有立案前 是查不到的 那从89年开始 我们有成立管理会 甚至正式向政府立案的时候 那时候就一直都有申请这个 这样的一个模式是 因为是游客的需求吗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夜市 他就是傍晚才出滩 所以导致很多民众是 中午他就休假 有地方可以采买什么的 加上大部分半年货 都会往街上走 那夜市所谓就是 基隆人俗称的街上 我们都会说鸡仔买东西 去鸡仔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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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 大家都是会往街上走 可是 因为毕竟庙口 就短短的一小条 那我们夜市是他的两倍长 所以你如果少了这些 旺起来就比较没有 过年的feel 所以就特地跟政府申请 看是不是只有过年这段期限 因为毕竟其他各行各业都在休息 比较不会影响到交通的情况下 让我们也可以一起跟民众这样子 过个快乐的好年 应该是说 因为我们就不收了 所以 对对我们不收摊 那以前经济 比较好的情况下 还有三班次 那因为近几年是半月 大概只有小猫两三只 所以基本上 现在出摊的摊摊 比较不是那么多 大多都会从11点多 还是开始准备中午这一部分 对 所以以前是半夜 真的有24小时轮班的 我就轮过大夜班 我国中的时候 国小 对 所以这跟景气也有关系 对不对 景气好的时候就24小时 当然 爱四路夜市的营业 包括吃和玩乐 有美食 生活百货 小吃 而除了海鲜文明之外 更汇集了各式的传统美食 是基隆庙口夜市之外的 另外一个小吃热搜区 欢迎民众多多来这边消费 活络在地的商机 记者黄正生 陈淑萍 基隆采访报道 另外市长谢国良表示 过年期间 将加强宣导 行人友善政策 打造温暖有爱的友善行人环境 维护行人的通行安全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身为父亲的他 常带着孩子 在城市步行的时候 非常有感觉 无论父母带小孩 或是陪伴长辈 行经路口时 都有安全上的顾虑 发现车辆不一定主动离让行人 因此市府交通处与警察局 将加强宣导行人友善政策 就是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 在过年期间 我们希望加强宣导 对于行人友善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我们希望所有的用路人 都要按照这个道路交通规则 来礼让行人 尤其是针对孩子 尤其是针对我们的长辈 如果在这个行走的过程 而我这些行人 在过程中 如果他们没有被汽车离让的话 那我们也欢迎你们提出检举 我相信警察局 包括张局长在内 都会全力支持受理报案 那我们的目的 是要告诉这个城市 所有的市民 每一个市民 都有可能会是行人 是路人 即便他是汽车的驾驶者 他也是一个路人 也是一个行人 车子要让行人 是最天经地义的一个事情 也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基本要件 从小到大 我们的课本 我们的教育就告诉我们 车子要让行人 尤其要让孩子 尤其要让长辈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呼吁驾驶要有同理心 礼让行人是公民的基本素质 一旦违法 将储新台币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的罚还 希望驾驶人 确实礼让行人 让基隆成为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 内政部次长陈忠燕 代表内政部亲自到基隆市议会 颁发议长及副议长当选赠书 双方谈到基隆城市发展议题时 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都认为 基隆非常适合推动步行城市 方便大家来基隆享受轻旅行的悠闲观光旅游 内政部次长陈宗燕 代表内政部亲自到基隆市议会 颁发议长及副议长当选赠书 双方谈到基隆城市发展议题时 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都认为 基隆市非常适合推动步行城市 也就是背着轻便的包包就能够方便大家 来基隆享受轻旅行的悠闲观光旅游 而最重要的就是提供友善行人徒步的环境 例如电感线路地下化 七楼整坪等等 可以从基隆火车站以及七炉火车站周边 逐步推动到各区 因为我们在推动步行城市 基隆市是非常适合发展一个15分钟步行城市的空间 地下人丑 但是过去因为欠缺这个都市规划 所以譬如说电感 电箱的下地相对的比较缓慢 所以我们现在积极的在跟市政府 然后还有跟台电 中央等等单位来协调 我们共同来推动电感下地 电箱的调整 然后步行空间的释出 然后我们当然会慢慢做七楼的整坪工作 让整个市中心甚至整个基隆市 包含七土区 暖暖区 仁爱区 信义区 中山区等等 每个区都非常适合来推动 那我想尤其是市中心 未来我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 可以从车站或是港区 把我们现在大历史场景等等 一路连接到基隆庙口 甚至南隆路 委托航商圈等等的 让我们城市在地的居民或是观光客 都有一个好走好休闲的通行空间 我想非常感谢内政部跟中央的支持 也希望说未来我们内政部 要重视我们的台湾头基隆 我想基隆算是一个老旧城市 也必须要有兼费的一个抑注 那也希望我们城市长重视七土 重置基隆 未来基隆我跟同志 我们是跨党联盟 那我们都是部分政党 也希望跟谢市长 一起来为基隆实证来努力 也希望说大家一起合作 让基隆未来更好 謝謝 就是因為基隆市小城市 更适合發展步行城市 推展觀光活络 經濟發展的模式 不像歐美一些大型城市 如果要徒步觀光旅遊 可能都得背著大型旅行包 才能四處參觀 導覽當地民盛景點 或是享受美食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問一下 你可以在一起 封面內 封面 說明 不得 要以防止 或是 不得 不得 或是 不得 把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钱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